文早万语大学校长庄惠林与美国奥勒冈州四校校长签署合作备忘录 未来五校将会透过师生互访学生交换 举办研习及华语项目四大主轴来交流合作 除了让两地学生提升万语能力 同时让他们有更多发展机会 Exchange的话通常就是以一个学期为单位比较多 对那华语团的话就有比较多不同的形式 有的是学期或学年那也有是比较短期的 像有的是暑假来两个月的团体也有 像我们跟Indiana大学做的Project Go 就是他们暑假来两个月八周的一个华语的这种 就近认识的这种学习 所以这各种program因为我们都有相关的经验 我想就是看Oregon他们这次所学校他们的需求 我们都可以做对应的规划 上次今晚也特别出席这场情缘活动 除了感谢阿洛岗州四校可以提供这样的合作机会 同时也期许文藻可以发挥在语言教学上的专才 让外国学生对华文有更深入的认识 同时也能顺势推广高雄的多元文化与特色 文藻是我们高雄市的最具代表性的综合大学 也培育了非常多 不管是在外语或者是在各执行业 非常优秀的这个毕业生 那尤其在王董事长跟庄小党这几年 得带等个校屋的一个推动 跟我们社区的服务 那也跟高雄市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那我相信这次姐妹校的签订 那也可以借由文藻能够延伸高雄的软实力 文藻表示目前在全球已经有超过320所姐妹校 相信此次与美国奥勒冈州著名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不但可以强化文藻与全球的联系 也能为学生带来更多学习内容与经验 提升国际竞争力 接下来欢迎来唱报道